21章HOPE网路 抱歉我真的没有看人手 所以可能要靠大家帮忙一下 那个SWAS SWAS说他等一下三点来 可以再有空可以再帮我补充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个就是这里有几个重点 它这个是一个循环的类神经网路 那循环大家前面可能应该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I speak in Chinese OK when I come back I will talk to English 好 那循环就是说你用Input 你的Input Output再变成它的Input 重复的这样子做 那HOPE网路是一个这样子的系统 那我等一下把这个书介绍 最后一个那个循迟的那个基础 我那边可能没有看很清楚 那我跳到另外一本书 那另外一本书有用做那个空隙的 那个全华的书商是跟我满熟的 不过这本书 那本书我还没拿到那个教师手写 所以我忘了拿到投影片 所以我等一下用拍的 那等一下录影的时候 这一段就不要录影 就最后面的时候 因为那是书直接拍下来 那个全华跟我满熟 但是直接用书就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讲一下 这一章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还好再做一个物理系 等一下10万只有物理系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有动力系统 那动力系统物理系 应该是最熟的啦 好 电路 电路 但电路就是动力系统的一种 好 那我们20张 上次你们讲20张 直接在讲那个stability 其实整个就是在讲动力系统 那这一张比较的一个神奇的地方 就是说他把动力系统跟神经浓入 把它类比 把它结合起来 用神经浓入的东西来做动力系统 所以看起来你比较神奇 而且他说的你不是去用学习的 我们一般神经浓入是去用学习的方法 那他不是用学习 他那个东西就是说 细意那再去联想 那你说记忆跟学习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以前是training 一直去表达那些参数 那他这个不是 他这个是你进到那个动力系统以后 他用那些那个什么 Aknoff 他去找出他不变形 convariant变形 那他就当作是原始的样本 那你以后看到东西之后 再把它联想进来 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那因为那个数学波我时间不够 所以并没有看能力的时候 那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动力系统那个20章 大家上次讲过 我们再帮忙复习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中文 等一下有可以把我可以写吗 还是 好OK好白板 好就是在动力系统里面 比方说上有一些叫做吸引子 attractor repairer 那还有basin 那还有那个安点 上次这些观念都大概有 对不对 那我们再探讨 就是类似这些东西 我们就讲说平衡 在平衡的时候 有所谓稳定平衡 叫做不稳定平衡 那以他画这个图来讲 就是说 好对不起 那我们先讲一下几个概念 就是说平衡 我们说这是一个丸 这是一个丸 那球在这里这样子平衡 那这个也是一个丸 球在这里也是一个平衡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稳定平衡 这个就是不稳定平衡 那你通过来看什么叫做吸引子 就是你附近的这些initial condition 你放在这附近的initial condition 最后都会掉到这里 这就是一个吸引子 那这些就是它basin 那就是叫 这些东西会通通被它吸过来的 这有一个名字好像就叫basin 那里面没有讲过 那后面除了还有提到一个stata的变集 stata的变集就是说 它的起始状况是在这里面 它一直迭代之后 它都不会再跑到外面去的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吸引子 attractor 还有叫做repeller repeller就是另外相反的意思 那我们举的这个是一维的例子 最简单的 对不对 那我们当然就在空间中 就拓管到二维 那甚至就拓管到三维 你们如果读care 我相信物理性 陈丽玉老师最喜欢这样 陈丽玉老师的课 他过了 他过很多 他最喜欢讲这个Lorence Equation 那就是三维的 那三维 那你有些地方有attractor 有些地方有repeller 那你就是要看它动力系统 跑在什么状态 那基本上这一章就是跟这个一样 他把电路 他把那个放大电路用这个动力系统来表示 他最后再跟神星混入结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好 这个上次有讲过 我们就不复习了 那这些图 类似这些图 他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开始在哪些引力球团进去 他会掉到哪里去 掉到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个就是State 他的The Up-Nove Equation 那前面我们再稍微讲一下 他利用这个单板 他单板 你利用单板或者是什么 前面比较好了解的时候 你的The Up-Nove Function 就直接取作它的能量 那我们知道 单板的能量就是动能下位 那你能量直接就是这样 随着时间就是掉下来 掉到这里平衡好 那所以你在取 你在取你玩Hu Novo的时候 你就先把它设想 你设想到单板 其实就是以能量来表达 类似的意思 那到其他的系统是类似的意思 那前面我们就稍微提到一下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21张 这个类似的东西 好 那一开始呢 他这个是一个放大 放大Amplified 放大器 那就是说你输入一个小电压 那你要把它变成大电压 这放大器在电子电路学里面 是常常用到的 那这个你看到这个N 就是这个input 输入的电压 那A就是它的output 那这个C是它的电容 那R是它的 这个是电阻 不是啊 对 R 是电阻 这是电阻 对 好 那这些是它其中的一些张量 所以你写成这个 写成这个 起围的这个方程式 那这个起围的方程式 对照过去其实就是我们的动力系统 我刚才手画挂到三位 对不对 那你高位同样的东西一样 好 那所以他把它类比成 神经浪度就类比成这个这个样子 好 这个 那你们报告前面的时候 你们都有用Mental Lab 是做这个做吗 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 他有靠 所以你们都买靠靠是不是 我会来不及跑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跑 我最近就是为了要上 为了要上课啊 然后我开完人文文智慧的时候 我要叫 我是用Tensor Blockchain 但是讲到尾部份的时候 我要讲Metalab Metalab Metalab的它有一个NNTools NNNNTools 因为我以前在中研院 在其他在经济大都可以用 去到我们学校说 它这个靠件不能使用 好奇怪 不知道还是要留外附近这样 所以虽然你们前面都没跑过 那你如果有用过那些NN Box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些Tool其实是蛮好用的 这本书我也还没用过 那它就是从那个动力系统 它把它类比做这个神经浪度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它设计出来的一个DTool No Function 这个数学开始也很反杂了 因为我们那位数学大师没了 国雄 国雄每天都就会了 对 好 好 它是数学系的 大家知道这个数学它都会了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虽然可能不好导出来 但是你大概知道 就是我前面用那个 用单白的例子来类比 你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能量的意思 那你大概就很容易想 那我们这个李阿弗诺 你就是要看它这样子下来的时候 我一定需求那个李阿弗诺文定 所以李阿弗诺方选在动力系统 是常常用到的东西 好 那李阿弗诺呢 你还要再需求它的一次唯分跟二次唯分 那这个还有所谓的镇定 副定 半镇定 半副定 那些你们清楚吗 老实说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个数学我已经有点久没到了 好 那就是你看 那我昨天传给你们的 我后来我半镇的时候 有传一个那个李阿弗诺服那个东西 大家再复习一下 里面就是你一阶跟二阶 什么时候要镇定 什么时候要办镇定 副定 这个我有点 我现在也讲不清楚了 好 你们大概知道有这些东西 好 那这个就是完整的去求它那个李阿弗诺服的唯分 好 那你这个看起来 因为这个李阿弗诺服已经比较复杂了 所以你看起来蛮复杂 那你若觉得太复杂了你就去找 你就去找其他的数 找前面的彰检 你先把那个单版的那个李阿弗诺服弄懂 他做出一下他的一次尾分二次尾分 像那个前面的彰检 你如果有看起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他的就是简单的X平方X平方X平方S平方Y平方 这些东西X一平方 你看到这种 要去求他一次尾分二次尾分 那这个通通是正的 这个通通是正的 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是全部是正定 那复定就是他复杂 这个定义有点 我先讲不清楚 因为那个要常常整天在做数学的 让你们大概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都觉得这太麻烦 你就回去 你回去把那单板的粒子做一种 做一下那大概就有概念了 好 那再来不变极 不变极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你如果你的initial condition 是在这里面跑来跑去 都是在这个区域 不会跑出去 这个就叫做不变极 好 那再来 all point in z the potential attractor 那他在这里面 他正好是在他的attractor 里面 因为attractor 才会把他吸引在这里面 所以attractor 跟attractor 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attractor 是说代表你会把他吸过来 这个点叫做attractor 那那些集在这里面跑来跑去 跑不出去的 跑不出去的叫做不变极 他会被吸引过来的 会被吸引过来的 他这里没有想到 有一个叫做basin basin of attractor 的样子 所以有点细微小小的差异 不过没关系 大家先知道有这些东西就好 好 那他现在呢 就利用刚才的那个式子 这一个就是input的电压 一个是output的电压 他这个γ,γ就是代表他的真理 你这个放大,你这个电压要放大成几倍 这样子 那做出来这个 这个应该是harsen 举正 对不对 这是harsen 举正 不是,wait 举正 这是wait 还没到harsen 举正 他是这个的wait 他这个v就是那个bias 对不对 这个就是神经浓入的wait 跟这个bias 那再来呢 这个v 这个是vr浓入 他再继续做下去 大家就打一下 这个看起来是有点复杂 不过你要是慢慢做 还是可以的 就是这些tangents 你再经过一些变数变量 你把它做一做 然后求出来你的node function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最后你就得到这个A1 跟这个A2 你觉得说这个A1跟这个A2 看起来他这个系统 被他经过这样子 看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你如果再去回去 你如果再去代表第二十张 二十张的那个A1、A2 单摆被他这样子一做之后 那个A1跟A2 这个东西 同样的 你用那单摆来看 就知道非常简单 所以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函数比较复杂 所以他做起来的A1、A2 看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他是做这个 那个电路放大的东西 最后出来这两个东西 他就是要在这一项空间里面 把他画出来 看这个A1、A2的一些反应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现在看 我补充一下 这里就是 那个 现在我们讲Dibdn里的 那个activation function 他用Arctangion来做 他从电路理论 因为他是一个放大的器 但从神经网路来看 他是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Arctangion 就是从正1到负1 这样一个range 可以两者可以这样把它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activation function 如果从 Newon Network的角度 他是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类似Rail rule 那个东西 对 这样非常方便 我都还没有判断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这一节 这一节好文的地方就是这样 他从前面动力系统 那个动力系统出发 Arctangion 这里变成神经网路里面的activation function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接下来 他出来之后 你就看到这个 就画出来他的相空间了 那你现在 既然这两个量 你感觉比较抽象 也就是我说的 你感觉这比较抽象 没有问题 你就是现在回去看 单排的那个例子 知道说 我们有这样子量之后 在相空间 到底要看到什么呢 那这相空间里面 我们看到了 这就是类似 这是我刚才讲的 attract 这就类似的可能 好 你这个initial condition 落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被他掉到这下来 那掉下来的时候 你说掉下来就好了 这么简单啊 我们就结束了 那不是 那后面就是要 在一些数学就是要分析中 他是沿着什么 最高的路径 什么哪里下来的 他在真例期是哪里的时候 他爬上去是最快最慢的 大概就是要研究这些行为 甚至你在某个点 你这个是CA值 甚至你在某个点 你可能放到安点 安点就是最大跟最小交接的地方 那后面大概要不要分析的 就是这些东西这样子 好 所以整个概念大概就是这样 你如果概念懂了之后 后面的分析数学就是 再去做一些普通这样子 好 那这个一样 你看到这 这叫做时间响应 这个就很简单 你A1A2 你可以接受他 他就说 做成时间之后 这两个字就这样平衡 好 那这里A1A4 就是这样子下来 好 他就随着时间 这样子平衡 好 那再来 这个加一讲 这个是 conversions 如果set-up point 那一般要conversions 如果set-up point 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你set-up point 你稍微滑掉就滑到其他地方去 但刚刚好 他会掉到这个安点里面去 所以他就正在做正义的安点 对不对 好 这张图 他还在解释说 你的那个 initial point 很重要 他如果是 刚好是在这个斜对角线 他就必定会掉到安点 好 好 对应到我们现在 那个 在training的时候 那个 initial的位置 也是 就是 他 比如说 这样子长线 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或是以这个为基础 在延伸的 就是说 这个 他这张图在解释是说 如果他刚好就在 这一个 对角线上面 他就必定会掉到set-up point 就不会掉到两边的那个低点 对 好 谢谢先生 这个非常重要的词 就是他讲这个initial condition 那因为后面要讲的 其实是这个重点 就是说 他一开始要去记忆 后来要去做联想 那他开始你说你记忆的时候 你那些initial point 也是很重要 你记忆完之后 你要记录在一个 叫做什么 原始样本 还是什么东西 那你后来再去辨识的时候 你的initial condition 也是 你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match回来 原来的这个原始样本 那你什么情况match下 match不到 都跟这个initial condition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刚才讲说 initial condition的时候 好 这个叫做吸引子 这个叫做bassin 吸引子 bassin就是 这些initial condition 会被他吸引一下 整个同意叫做bassin 那你不辨识 不辨识也是样子 都是在讲initial condition 不辨识就是initial condition 是在那个地方 那你经过这些动力系统 他永远就不会跳到其他地方 那个叫做不辨识 你看 好 那再来又是在做一些数学 他说这attractor的地方 你attractor 所以他当然就不动了 dial condition 不会动了 所以就是attractor 那这个就是minima VA VA其实跟这个gradient 这个我们物理叫gradient 那其实跟你做 做 来来 我强大 我强大 这个gradient 等于你这样子 好 那这个理疗符 我们再经过刚才的经验 就是这个样子 好 好 那再来 好 后面 后面又是一些数学 我们就看到他 他一样去继续做下去 好 他这个 回分 回分 好 好 大概也还好 就是说 你因为这一节 比较多一点 你看 你如果再回去前面的 那个简单的例子 再去找一下 就不难 他的重点 只是要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这个 里面的attractor attractor 要满足的什么条件 就是他的这个 叫做gradient 他的梯度 他的梯度 等于就是他gradient的条件 好 whole point 所有的点 那个dea 比t都不会动 他就是买去 在gradient 他前面这些 正比就是在买去 这些事情 好 那所以就是说 all attractor 所有的吸引子 都会去 都会是这个 vea里面的稳定点 稳定平衡的点 好 那effect的game 这个gamma 就是他的game 就是你的放大剂 你的那个电路放大剂 你的真力效应要到哪里 那这个就是gamma等于0.4 1.4 14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个是 他把这个线划出来 好 所以你如果他 你知道他的物理的 大概就是这样 他大概就可以了解 所以他接下来就是要分析说 里面在用一些数学分析他什么 比较小样的情况 好 那再来呢 这个是 A 这是A跟N的关系 这是输入电量 跟输出电量的关系 那这是A跟gamma的关系 这是单纯只看A 看A的话 他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曲线 好 那你14的 14的是这一条 1.4的 所以A看起来 看起来 看起来是怎么样 这个 谁可以办法用一个比较直觉的 想法来讲 讲这张图 A 为什么他比较平 好 好 再试试看 好了 对应到前一张 你看他就是很 就是几乎是上下的 对 他就比较陡 所以对应到下一张 就一定会比较平 好 好 对 等于你把这个转90度 转90度来看 来看 对对对 好 没错没错 好 这个你把转过来看 对对 就这样这样就有写情 好 要带好 写情 好 好 那拍片 他就是说拍片 对的 当你这个放大器 你的这些 正力效应是比较强的时候 他的这个 比达不中的方式 有一些什么 比较重要的特性 然后他的一些数学 他的一些数学推导是这个样子 那 La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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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二次维分 在我们 在这里看起来是二次维分 那其实 Laflase Laflase 用在这里 他除了是讲二次维分成 那么物理也帮我补充一些 他这里 除了是代表二次维分 他用Laflase 有什么特别的 找那个曲率 找曲率 对对对 那如果说是找曲率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 那个 围期分讲的一样 一次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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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维分 意思是类似的 只不过你现在变成的 plus 是变成了三度的这样子 你就用一维的 维分 二次维分 这样子来讲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接下来来看 那 等一下 所以这里的W 还是Wit 还没到Hassan Inverses 就是什么 还没 好 那这里的一样是Wit 那你Wit之后 你求出他两个的Igen IgenVector 跟IgenValue 好 那IgenVector 跟IgenValue 主要就是 画出他这个线的这个方向 这是IgenVector 还是你再帮我解释一下 在这里的IgenVector 跟IgenValue 怎么样用比较物理的图像来讲出来 对 看起来他是一个佛胸 对 那他看那个或者是马鞍 马鞍 对 那他就看那两个主轴方向 弯曲的程度之类的 IgenValue 大概就是他的那个Curve 应该是 IgenValue应该是他的Curve 那这个就是他的 IgenVector 就是他的方向 他指到哪些方向 那你有时候 你在物理里面探讨的时候 你就是 你的IgenVector 一般都会正交嘛 对不对 习维的话是不是三分四 全部都正交 12点 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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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他这个画出来 就是这个图 同样你再看这个 这应该又是一个暗点 对不对 在这里可以画出这个暗点 好 那再来呢 Diapunov的Function就是要 的Network 就是要把他这个 HOPEF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Diapunov 做一个 minimus的一个动作 minimus的一个动作 好 那就是要把他这个 那跟刚才讲的一样 好 刚才我们用一开始 用一个最咸咸的例子讲 因为我们蛋白 蛋白就是你要 那个Diapunov 要让他方向 那个能量要让他最小 达到最小 所以你就是要去做 这个minimus的动作 好 那你要去 好 那接下来就是类似 我们在解神经浓部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解神经浓部 就是在解这个W 跟这个V 那解这个W 跟这个V值的这个V 会去做最小的动作 好 那这个开始就是后面讲的 就是这个重点 他做记忆的时候 跟做联想的时候 都是用这样子的东西 去把它做出来 你记忆的时候 要记在哪里的样子 空间 那将来在看新的东西的时候 要找到回想回来 要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content address memory 好 这边的数学 我没有跟上了 那你看起来就是 有点类似那个index 或什么的味道 他提前面里面有 比方说你一个 你一个资料集 你一个资料集里面 记录了一个人的姓名 地址 电话各式各样的特征 那你可能看到某些的 某些的特征 某些的东西 你看到他名字 你就把它整串的资料带出来 所以这个在我 跟我们做 做那个资讯的 这个index 是有点类似的意思 那他就是一样 用这个 用这个 hop的network的方法 去把它做记忆 做出来 然后回复的时候 去把它 带出来 带出这个东西 它叫做 寻止记忆 content access memory 但是详细的数学 我就没有跟上 因为他又用到前面的这个 hab rule 我也没有去复习 这一张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他集合前面 他这个就是在导说 最后 他的那个 liap node function 就等于 他的那个 performance index 就是他里面的j 就是跟 那个loss function 用现代语言来讲 就等 跟loss function 是一样的 所以 所以等于说 他去minimize liap node function 就等于 minimize loss function 这两个其实就是完全 就是很神奇 就是这一张看一看 你觉得 哇 他把这两个东西 类理起来 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在动力系统 就是做 就是求那个minimize 的liap node function 你回来 变成 导致方圈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这边 heg rule 这这里我 我没有复习到 前面章给你复习到 我没有要帮助 他这个 如果就是 基本上就是 你的 真实的 跟target 两个相成 当作的heg rule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 位置 用真正的 的pattern 跟你target的pattern 那这两个要 都一模一样 位置会最大的 好 所以他以这样子 当作 他的heg rule 来导这个 他最后最终 这个相等的等式 这只是在说明这个 原来是这样 我有看到这一段 我没有看到很多 就是杰森讲的这个意思 你把他用两个的成绩 如果一模一样的话 他的成绩就是最大 所以在你刚才 刚刚我讲的记忆跟联想的意思 你的记忆已经下去了 那他现在再去做联想的时候 你如果两个一模一样 找到一模一样的记忆 那那个成绩就最大 就是说内积就是最大 就是所谓的cosis 但是它是cos角是零度 就是一模一样 它是最大的 对对对对 他如果越不像 那cos角就脏越大 越不像 就是在你的记忆里面 找不到这些东西 那这个值就是最像的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后面就是利用这个东西 去把它联想起来 好 谢谢切身帮忙 好 时间太少了 然后这一个style 基本上就在讲说 它的这个 pull type pattern 它所展开的这个 Space 就在讲这个 那这个Space的 线性组合 它还是属于 这个组合里面 所以你知道你的那个pattern 你的那个 Input 是属于这个Space的组合 基本上還是屬於這個SET裡面 好,用我們剛才的例子講 就是說你在做記憶的時候 你在做記憶的時候會有一些資料下來 已經平衡了之後跑到某些東西了,對不對? 那個就是你平衡了 應該就是這個吧,是不是? 記憶完來個平衡的 那他在講裡面 他學習到的 他所謂的這個 Portile Vector 那這個集合所構成,它叫做X 就所謂的PLTB,P1 P2,P2一直到Pq 那這個Pq的個幅OR 會遠小於Total的 bran,就是他的oriented 又不能接近於Total網路的代形 所以他的 zawetung的實際可以記憶 不能大到跟你的neuron的大小容量 就可記憶容量是相當的 那這時候才容易分的出來 就是小於等於 通常是差越多 記憶越不會出錯 就像你腦容量 在一天裡面你要背 100個到500端子 是相對只背50個 是很困難的 因為你的腦容量就這麼大 相對於我們用生物的人老人來比例 它可以這樣想 它那些波羅太近了 對呀,就是彼此太近了 那最好情況就是彼此要正交 所以它以這樣子構成了一個集合 它叫做X 那這邊書裡面 這實在是書面這一段在講 就是說這個每一個Prototype pattern 它的線性組合 比如說相加在一起 它構成的這樣的Input 它還是屬於這個集合裡面 等於就是它的Prototype 等於就是它的基底就對了 對不對 可以這樣講 對,你的基底去把它組合起來 就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在 就是剛才講 你剛才前面去做內機的時候 其實你放到一個新的東西進來 其實是去跟這些基底做內機 對不對 對呀,可以這樣講 可以這樣講 好 好 那再來 這個Weight Matrix 這只是提到另外一個空間 它的特性 它叫做X 這個符號我不知道怎麼唸 它是這個集合的一個佈補的 正交的空間集合 然後它導出來它的一些 後面導出來它的一些特性 這個部分基本上就是它的 eigenvalue會不一樣 所以最後一行 eigenvalue 會是-s 跟0 這個跟前面的那個 前面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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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numda S 這個 numda S 它這裡是numda numda 那這個為什麼不一樣 其實它這裡有講很清楚 它這個X 跟這個X 這個垂直這個東西 這因為是orsocone的嘛 對不對 orsocone就是它完全是正交的 不相當的 可是它把這兩個東西連結起來 等於是你的空間就多了這些 那你的空間就多了這些 它找出來的 它找出來的 eigenspace 是不一樣的 應該是 應該是 可以接受這樣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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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the out-of-of-service 再幫我解釋一下 這個 這個應該是前一個slide 它的延伸的結論 這個 這個 因為 後面在求 那個 它的hashian matrix 就是它的curbature 它的曲度 它的曲度 會等於 負W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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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它的那個 裡面 它的那個 二次 是 所以它就會講說 所以它就會講說 第一段的最後一個 第二段的最後一個 二次的 eigenvalue 也是一所 所以 V 就會在 它的那個 這個 復古的那個 space裡面 它會有零的 驅度 好 那就是這邊 謝謝Jason補充 那就是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 你不諾夫分析 比方說我們二維 畫出來 你要去看它這個 你要不諾夫 它的service 到底是長得怎麼樣 那你才去 對它的動力系統 才會有了解 就是我 比方說我們像剛才講的 例子一樣 你知道它這個 你知道它的吸引子 知道它的這些暗點 他這邊講的一樣 你把它的service 你把它什麼service 你把它畫出來之後 你才知道說 哪些地方是這個 有零曲率的地方 哪些地方是曲率比較高的 好 大概它的價格重點 是這個樣子 那比方說 它在這個 這個地方 它的曲率又是負的 好 那 trajectory will tend to fall into the corner 好 因為它這裡是曲率是負的 所以你的這些 你的這些軌跡 就會通通掉到它這個 它這個hypercube 這這個 這個cube的角落去 好 那大概它的分析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是純數學 那其實大家如果有軟體 其實是可以跑一下 我相信Metalab 應該都可以跑一下這些 簡單微度的 那像以前我在唸出的是 還有一套叫做最簡單 不知道你們看過 有一套軟體叫做Phasor Phasor 就是專門畫這些像空間的 你就可以去看它怎麼跑的樣子 好 好 後來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那個Cares 就是那個陳立玉老師 一回國回來 就交到那裡 那時候就有一大堆這種軟體 好 所以這些模擬的軟體 大家應該都可以找得到 好 所以它就是畫給你看 它畫給你看這個 你要分辨的設備長成什麼樣子 那它告訴你說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它的那個 會掉到哪個角落去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用很仔細的 我們用很仔細的 看懂每一個細節 這樣子 好 歡迎各位 各位大手看到這一點 有什麼要留存 你們可以再幫我們留存一下 那後面其實實在 它是在提書 書裡面講說 有個操作技巧 它會把它 那個 剪去那個對角線上面 好 那後面這 其實實在就是 解釋背後的原因什麼 就是 就是這裡面講它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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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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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 這邊 它是 過去論文在這邊 好 是怎麼處理 我沒有個人沒有太多研究 那但是 從 樹裡面 它在描述這一段 它講說 過去的技巧 會沿著對角線 把它 這邊的 把它 排除掉 然後後面就是 都在講 講到它那個 就是那個 S 符號 S 那個 庫古的那個符號 它講說 這個就是在解釋 做這件事情 它的數學 對 對 如果不加那個 好像 這個 這個 它這個 它的平面 跟曲面圖 對照 前面的就不一樣 就 就 同樣的 同樣的 Icon Vector 但是 它的 Icon Vector 是不同的 就是這個 它在 把那個 對角的 線上面的 把它剪掉 剪到 Q 然後一個 那個 單位 向量 它把這個剪掉 所以這個 這邊就 中間的 就 對 對角 通常是 對 它的 它的重點是 Ycon Vector 會有 Negative 科爾球 好 就 就是看 像剛才講的一樣 Jensen講的一樣 它在哪邊 它在哪邊會有負區率 它在哪邊 會有這個 層層區率的地方 那 這個 跟原始的 跟原始的一樣 普通風的方前是 相反的 兩兩個是相反的 Ast 跟 Ast 好 然後這個就是剛才的生成,然後它直接把它製過去 給我一個看了一張的後面,就除了這個,前面在講那個 那個adressable content memory 的時候 就會令我聯想到現代的auto encoder 但是它做法完全不一樣,它在生成的作用都是要去記住輸入的東西 那以我的觀點來講,就是auto encoder的方法會遠比這個方法要好 我個人,從我的理解角度 auto encoder其實就是利用中間的壓縮,然後讓output跟input去取一個minima 就是誤差越小越,但是不能一樣 那他fiel network 運用在這個mary的content的重現 它是利用第一次進來,然後再回饋進來,然後用內部的位置去記那個patter 他方法上是不一樣的,但是他想要做的事情是很類似 而且Jason那時候有傳在群組給我們一個資料,好像他的重點對不對 他的重點就是說,你只要知道局部的資料就可以建構出完整的資料 是這個樣子嗎? 對不對,這個其實就是延伸這個所謂叫associate memory的concept 所以這種associate memory模型的應用就是說 你只要有部分的資料,他就可以從他的內部裡面去找一個match 他認為最match的出完要 其實這個相對前線很多,在數學上前線很多 而且這個跟現代的連結也比較多 所以蠻值得花時間把這天國課把它看一下 你會知道說這些東西跟現在dip-sending的主流技術上面 有哪些是類似的,哪些是很不一樣的手法 這邊好像蠻常看的,我那邊有兩三本書也都提到這個例子 而且他有Python實作 所以也不會也能跟實務做結合 那我們再重複一下 就是說這個Hobnetwork 它是一個重複性的recurrence 就是你input,再變output,output,變input 這樣子做 那他一開始他可以跟這個電路的放大器 兩個類比可以結合來解他的這個問題 那除了解這個問題,你書上也有講 他可以解TSP的問題 那我們錄一個前關起來 那這個是另外一本書的 好